欢迎收看有话好说 我是叶明兰 前第一夫人吴淑珍 因为龙台案陈敏勋人事案 判刑17年半 今天发肩执行 而经过了台中监狱 培德医院的医疗小组的评估之后 认为吴淑珍呢 她的下半身瘫痪 生活无法自理 如果入坚恐有生命的危险等理由 拒收入坚 台中监狱也建议了就拒绝入坚 因此稍早已经择负家属带回 所以吴淑珍已经搭乘高铁 从台中转回高雄 而吴淑珍是否应该入坚服刑 其实引发了社会很大的讨论 现在这样子的决定呢 是不是又会再引发另外一波的争议呢 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讨论 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国民党文成会副主委赖苏如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深媒体人林朝鑫 主持人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陈敏凤 主持人大家好 第四位是法务部矫正司专门委员许清彪 主持人还有各位大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首先就来看今天的新闻焦点 从早上一开始 吴淑珍坐上高铁 到了台中监狱陪的医院 经过了四五个小时的健康检查 最后做出的决定就是他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入肩 因此聚收入肩 再转回高雄 而台中预方还有医疗小组是怎么说的 来看下面的PCR 经中国医药大学 附设医院医疗的团队 自本间陪德医院审慎 何时评估后认定 吴淑珍女士健康状况 符合监狱行刑法第十一条 相关的规定予以季节收监 有一个就是身体无法预期身体生命的危害 这种危险 那第二个就是他的生活照顾上 确实是无法治理 好 今天现在的决定就是说 吴淑珍是暂停执行 他不用入届 那高检也做出了说明 就是说吴淑珍暂停执行 择负成至中 择负期间不进行期 限制吴淑珍的住居禁止出境 定期不定期的查访 未来是状况决定是否入监 我想请问一下副主委 就是医疗小组经过的评估 那你怎么来看这样的评估结果 其实我觉得吴淑珍到底入不入监 刚刚主持人特别讲到说 社会大众之前就讨论的沸沸扬扬 但是我觉得他到底要不要入监执行 不是我说了算 也不是他说了算 我们都不算 因为我们都不是医药专业的一个专业人士 应该是由他们医疗的专业人士 来做评估讨论 那当然今天医疗专业团队 他们花了6个小时的时间决定说 本来我看到新闻本来是说要7天评估 结果就是大概6个小时评估 就可以评估出来说拒绝他入监 老实讲我个人也予以尊重 可是对于说 之前有些人一直在那边讲说 他怎样如果一入监的时候 就绝对会有生命危险 还是连这个程序连要见旅都不见旅 我觉得那样是不应该的 因为这个就是只有专业的评估 而且是医疗的评估 而不涉及政治的问题 因为之前有人讲说 干嘛还要去再到 干嘛还要过去台中 培德监狱去做评估呢 根本就不用了 还是在高雄那边就做检查就可以了 可是我是觉得说 今天我们必须要很厘清一点就是说 吴淑珍为什么要入监 他是因为犯了法 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 今天你犯了法 就刚刚你讲的陈明勋案 龙潭垢地案 判了17年办的一个徒刑 那你是不是每一个犯罪的人 都要受法律的制裁啊 他现在是要受法律的制裁 大家不要转移焦点 必须要先了解这件事情 我今天尊重中国医药学院医疗专业的评估 可是我对于高检署的一个折腹层次中 我觉得有点失望 因为他有很多几个不同的选项 他可以折腹在医院 也可以适当的处所 但是他最后却是选择交给他的家人 那我就我自己比较悲观来看 我认为吴淑珍大家都不用去了 不会再到培德医院去 应该都不用入监服刑 他可能就是在家里面 在家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因为我觉得以我们的了解 吴淑珍的身体绝对不会比现在还会更好 可能只会比较不好一点点 所以他要再进去培德医院那边的话 当然机会并不大 所以我是觉得对高检署的一个这样的决定 我是觉得有点遗憾 是 敏锋我想请教一下 刚刚副主委提到了就是说 其实他是尊重医疗小组的决定 那节目之前你也有提到 你觉得其实是大家会松了一口气 为什么 没有我想这个事情 当然你可以从司法面去判断 那当然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司法的问题 但因为今天他就是吴淑珍 他就是前第一夫人 那能免在政治上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我觉得像这个事情 就像那个那议员讲的 我想这一定要会告一个段落了 我想他要不要入监这个争议 应该也是一个告一个段落了 那对所有我相信 对所有蓝绿的人都是松一口气的感受 第一个 据说绿影人不用再去担心他的身体的状况 是不是可以在监狱里头有生命的危险 他不用担心他在监狱里头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 所以对一个绿影甚至他家人来说 都是当然是松了一口气 这是没有话讲的 那对很多蓝影来讲 对不起 我想他今天坐的轮椅出来那个样子 我觉得很多人 就算你不赞同他们过去的政治行为 看到一个他的确是一个身体残障的人 坐在轮椅上面 然后奔波去这个监狱里头 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都会有一点的测影之心 看到这样的一个场面 会觉得说真的有必要 一定要执行入监这个问题吗 那所以我觉得今天走完一个应该走的城市 当然你绿营会讲说 这个你看多从器官并发症 还有这个什么无法生理 生活无法治理的东西 难道要去到医院才要检查出来 这几乎是过去的病例 数十年来在台湾人的一个心中 他就是这些病嘛 那据说绿影来讲说你不必要走这一趟 不过你这个东西还是整个 在蓝绿激化的政治里头 这样的做事 我觉得是处理起来是最好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我已经走到一个必要走的程序 我也去入街 我有现场的医生帮我判断是不是验证 因为有14个人的医疗团队一致决定嘛 那他已经判定他随时有生命的 的一个风险存在 所以他已经做一个把关的动作 那这样一个程序走完之后 我相信除了很多很极端的人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赞成已经是依照这个医法 也是依法在执行这件事情 那高杰他有他的判断 就是暂停执行这个入街嘛 那限制住居跟出境这个问题 那不管是医疗方面或是司法方面 都是给予尊重 但是从政治面来讲 的确是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我想这个东西 尤其是作为新闻媒体 我们也很讨厌这个扁案 一直在整个社会里头 一直在翻角 我觉得扁案应该 包括吴淑珍要不要入街这个事情 我觉得都应该适度的 从台湾社会里头退场了 不要再去翻这些 当然你说违反法律当然要处罚 可是就是说我们在人道的一个立场上面 要多所考虑 政治上面也有一些要考虑的东西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培德医院拒售吴淑珍的理由 他是总共14位医生 全体参与评估的医生 一致同意一致通过 因为经过检查 吴淑珍他有脊椎的损伤 下半身的瘫痪 多重的并发症 低血压 自主神经失调等症状 另外也有心脏方面的疾病 还有大便的困难 小便无法自理等问题 那照护呢是困难的 生活无法自理 生命危害的发生无法预期 因此不适合入奸服刑 所以朝鑫大哥你也觉得说 这个事情的纷扰 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吗 没有啊 司法已死啊 一个受刑 一个洗钱的人 一个贪慕的人 到现在都不用入奸 我不了解 现在人对司法还能够信任吗 我看到这个情况 我觉得 分了刚刚开始而已 整个台湾的司法 如果进入到吴淑珍 碰到吴淑珍就转弯的话 那整个司法就完蛋了 吴淑珍是现在才受伤的吗 吴淑珍是现在才不能够 治理生活的吗 吴淑珍的大小便是要 需要人不适的时候 是现在开始吗 不是 他当他自己亲自到龙潭 去视察土地 告诉这些孤家的人 这个土地不错 我给你买起来 我给你处理 当他交估价的人说来洗钱 你两千万你不会装 我教你怎么装 那个时候他是不是也这样子 他一样啊 他在二十六年前就已经受伤了 他被叫做张龙才的这个人 开着土地贷乱到的时候 经过治疗 他就是这种情形啊 他当时高院开庭的时候 他十七次十六次没有来出庭 高台大也诊断他如风中残首 那个时候就这样子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经过这么多的分分两扬之后 你今天中国医药协议才说 我们十四个专家说 这个人有危险是谁 不是嘛 你今天我看他从高雄 给他的看护 抱下轮椅的时候 我看他精神还很好 在我看法他真的很好 但是你整个医疗小组里面 认定他有及时的危险 如果他认为今天他有很随时有危险 生命危险 那你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要专业人员去给他照顾 也就是所谓的监疫管理法 第十一条第二款 检察官应该怎么样 交付到医院专业医院去治疗 而不是怎么样 交付家属 他的家属谁在照顾他 他的家属只不过是两个临时的外看护 在把他照顾他的大小便 抱着他进出而已 这两个专业人员会抵得过你 你的陪德医院训练的15个 有证照的康物人员还好吗 如果这样这两个康物 拜托把他找过来陪德医院 当作讲师训练这15个康物人员 这15个康物人员是 台中监所陪德医院 为了去年为了要所谓的监管 所谓吴淑森 开始大致整修 弄得古色古香的这样的监所 还是VIP是7.6瓶 所以陪德医院您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状况 现在的状况并不是现在发生的 不是你吴淑森的状况 是早就发生的状况 那么我们今天陪德医院 本来在这个要准备 要给他收监的过程当中 就早就准备好了 原先不是讲说 我们肢体残接的人 我们都可以照顾吗 为什么到现在突然间讲说 他有随时的希望 他有不能够自理生活 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 还要你来帮我解释吗 所以我倒是认为 今天整个司法碰到了吴淑森 我们讲 如果你至少要过水吧 至少你要整个我们讲 一天到七天的所谓的评估期 你没有呢 你现在变成什么 六小时的台中一日游啊 你到高雄坐高铁 多多多 回来之后又回去了 老实说他回去之后 自己也很纳闷 吴淑森老早就准备要去福建 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说 没事情你才回去了 所以整个状况看起来 我觉得整个司法 我们对他失望透顶 今天没有错 医疗团队我们是必须要做他 我们必须要有他们做专业评估 但是我想专业评估 专业嘛 那有可能跟他一两天员过来 做整个全村专业 你至少一到七天嘛 最快一小时最晚七天 讲个难听点 你至少要过个水 让民众了解 你一个犯罪的人 已经判刑定验的人 你到里面监署 真正不行再借户就医 或者是做专业医院的一个监管 而不是今天 我的感觉上很吵碎 就这样说回去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陪到医院 老早准备的这些所谓医疗设备 都是浪费人民的工厂 是 专伟请问一下 如果说像朝铁大哥所质疑的 这些事情 无数症的身体状况 是早就知道的 陪的医院也做好准备了 而且有专业的医疗团队 14位专业的医生 这样子的 整个一个评估的结果过程 是太过草率吗 人一定要亲自到监狱来 才有办法做实际的判断 那医疗团队已经这样做判断了 我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尊重他 那之前台中监狱 他们也许基于行政机关的立场 如果长官有所指示的时候 他们当然要全力以赴 所以他们当然说法上会说 我们会尽全力的做 我们有这个能力 我们准备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一定会朝这个方案去做 但事实上 这部分还是要用专业的一个 医师的一个最后的决定 然后才会作为一个 一个判断的基准 这样才是最公正跟客观的方向 是我们现场加入第五位来宾 这是民间司改会常务执行委员 我们高永成高委员 我们刚刚谈到就是吴淑貞 其实现在法院就是 整个检方是判定说暂时停止执行 不过刚刚几位来宾也提到说 认为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到此了 吴淑貞不会再入监去执行 你怎么来看今天整个从 吴淑貞上高铁 然后卫上手铐 然后整个一个健康检查的一个过程 原本七天 然后后来是不到六个小时来决定 我觉得时间长短倒不是重点 主要还是尊重专业 这我同意专委讲的 不过我个人觉得说法制面本身 有一个地方其实不是非常的清楚 是我们监狱刑刑法的第十一条第二项 跟刑事述动法第467条的468条 其实它本身它有一点处理上 就是法条本身规定来讲 其实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 就是说监狱刑刑法是说 当然内部分是属于预防监所的一个处理方式 就是说他可以拒绝入监 检察官只会执行的 但是他有监狱刑刑法第十一条的状况的时候 他可以拒绝入监 拒绝入监以后 他第二项是写说应有 他是用应有检察官斟酌情形 送交医院监护人或其他事当处所 是刚刚赖医院讲的 的部分应有检察官来来来来来来决定 可是回到刑事述动法本身 刑事述动法本身 其实他是在执行面所谓执行是检察官的执行 这不是说监所收不收监的问题 但是检察官的执行的部分 他这边又很有趣 468条就是接续467条之后说 如果因为监狱那个行事述动法的 467条的第一项跟第四项就是陷离疾病 恐因执行而不能保其生命者 或者是说新陈上是第一款 或第四款的行刑的时候 检察官是得哦 得将受刑人送入医院或其他事当之处所 所以以我今天来看 当然我并不晓得 雄简他整个的真正处分的内容 他决定执行的内容是什么 不过看起来他现在并不是适用 监狱刑刑法11条 而是适用刑事述动法468条 是检察官依裁良权 责负给陈志忠 就是说他是得而不是因一定要 要交到这个适当处所去 所以看起来他现在是以有陷离疾病 恐因执行而不能保其生命 所以大概是以刑事述动法的方式来处理 而不是以监狱刑法的方式来处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就是交给专业判断 以及检察官在整个执行的指挥上面 他在综合所有的试证资料以后 他如果是依照刑事述法468条来做的话 我们也不能认为说检察官的执行不恰当 我想这个大概是我跟各位几位意见不一样 如果按照刚刚我们这个委员所提到的 他已经有了及时的危险 所以他可以交付给应该交付给家属 那这样子讲是不能到的 你既然专业人医师判断他也很危险 你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应该更应该把他交付给专业的医师去做治疗 不是交给说你快点 这个人快去处理 那是什么这道理不对的 第一个他是一个判刑确定的一个人犯 那么第二个他真正会有生命上的危险 那你应该去帮他做治疗的 不是交给他家属就好了 所以我导致这样子的很草率原因就在这里 你折付给家属带回 那是什么 第一个对整个司法的程序老实说没有走完 第二个检察官的处理方式 方法认为反而是不能到了 这个人有可能随时有些人 你把他送给家的人 那这样子不对 你应该把他送医院治疗 我们来看就是刚刚曹丁大哥有质疑到 就是说裴德医院其实他之前一直在说 其实他有能力来照顾吴淑珍 而且也跟也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设立了女性的重症专户区 所以大家就说其实裴德监狱 裴德医院他确实是有做相关的准备 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呢 经过一个评估之后他又决定说 其实这是拒绝收的 所以整个一个过程是怎么样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VCR 吴淑珍的身体不好 生活起居都需要别人的帮忙 前一阵子重感冒体重掉到 只剩下二十七八公斤 日前曾经去探视他的高雄市议员说 五十分钟的拜访中 吴淑珍就躺下来休息了好几次 整个人相当的虚弱 不少人都质疑 对于像吴淑珍这样的受刑人 究竟监狱能不能收 但其实台中监狱附设的裴德医院 本来就是设计作为收受病重受刑人 现在也还有瘫痪以及中风的受刑人 在此服刑 包括有中风 包括有这个瘫痪的部分 另外有这个 还有他的下半身有节制的部分 这个目前都在我们 陪德医院在疗养当中 台中监狱的附设陪德医院里面 有一个女性重症专区 现在也有受刑人入住 陪德医院里头安排了两大两小的病房 一共可以收容二十名重症病患 当初为了吴淑珍可能入狱 御方也已经准备了相关的医疗器材 并且培训十五个女受刑人 二十四小时轮班来照顾重症的受刑人 而至于陪德医院的医师则是由中国医药大学 附设医院的医师来轮班 那我们的陪德医院它是属于 地区医院级的一个设备 但是他这个医师 它是属于教学医院级 也就是我们委托请中国医药大学的医师 来协助我们 虽然监狱方面已经做了收容吴淑珍的准备 不过根据陪德医院最后的检查 还是因为吴淑珍身体状况太差而拒收 也把照顾的责任重新交回给了医家 经过专业的医疗评估 认为吴淑珍不适宜入肩 因子则负交代回 我们来看其实在去年有一些拒收的情况 包括第一个案例就是口咽癌复发 治疗之后进食与发生困难 所以要长期以鼻胃管进食 还有第二个案例就是说 蛇癌第四期治疗情形难以评估 需住院治疗 案例三是罹患艾滋病 而且必须长期洗肾 案例四颈椎损伤 完全失去自理生活能力 所以我们再看这整个据收的状况 大家就是之前 就是认为吴淑珍不应该入肩的一些民众的看法 就是说你既然都已经有案例四了 你何必还要再跑这么一招 再做一次评估呢 或他还是一定要完成建立一定的程序 像这四个案例也一定有进行一定的程序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程序一定要建立 不管可不可以你就是要先去报导 报导以后然后让那个专业医疗评估来决定说 你到底要不要入肩执行 我觉得今天的重点在于说 我们不要因为他是吴淑珍而要关他 我们也不要因为吴淑珍而不去关他 少一点政治多一点专业 所以我是尊重专业 我尊重医 因为我自己不是学医的 不是学医所以我尊重你的判断 那只不过是我们会觉得比较纳闷的一点是说 诶 怎么这么快 就是说以他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讲 原本是评估要七天 六个小时就可以评估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他这样的一个情形 不用过去那边 其实大概知道结果 我们很不希望说 今天只是在演戏一场 然后就是说我就是让他这样过 然后以后就是他可以 可以在家里面享福 我觉得我刚刚特别要强调一点说 今天他是受刑人 他是办法 我们应该要来去给他有一些惩罚 可是现在我们看不到惩罚 我觉得这点是很多社会大众的一些意义 是 副主委您提到就是演戏 那今天就是刚刚有 对不起 我不敢说是演戏 我只是说希望不是演戏一场 是完全就是说有一定的程序来去做一个建议 因为我相信社会大众不愿意看到说 今天只是突然的演戏一场而已 还是有一些意愿来做一个真正的仔细评估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大家才能够接受 是我要提的就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国民党立委邱毅 他其实他刚刚已经表达意见 他认为这就是一场演戏 那我们想请教的就是说 这是目前在国民党内部觉得就是 就是有这样子这是大部分普遍的看法 还是说其实只是他个人委员少数的 我觉得大部分人不会认为他是演戏 就像陈儒我自己我开宗民意我来觉得 我就觉得我还是尊重中国药学院 医生的一个评断 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来去决定 到底要不要入见之心 只不过我会我会觉得说 那难道那个检察官 你一定要让他折护回去给陈志忠吗 这点是我觉得非常遗憾的一点 陈儒刚刚曹新讲的 如果你真的是因为执行而会恐发生生命危险 他有几个处所 刚刚那个高律师也特别讲过 他要医院啊其他的处所都可以来去弄 你至少要让社会大众可以去去疑说 我今天犯了罚我有受到一些惩罚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不是也就是回到我们之前讲 那所以他们贬价的案子 把罪都丢给吴树珍嘛 反正知道他一定不会去执行嘛 那不是变成这样的情形 那是不是有一些生病很不好的人 就可以逃离到法律的惩罚跟制裁 我觉得这样子也不是制定法律 以及我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那么多的诉讼资源 然后判了他的17年半的刑期 结果最后是在家里面休息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会觉得比较愤怒的一点 那所以我也希望说 检方可以来跟我们讲的更仔细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选择 而他要选择让陈志宗带回去 专闻我想请教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四例 后来全部都是则副家属吗 还是有其他的适当场所来安置他们 我手上虽然没有详细的资料 但是应该大部分都是则副家属 因为目前还没有说检察署跟医院 有些什么样的机制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说在陪的医院 没办法照顾的这个受刑人 那只能带回家里 没有其他的适当的医护场所可以来 如果没有比择户家属更好的方式的话 那其实择户家属相对的 其实也是节省一下政府的资源 我觉得择户家属应该是 应该是他们觉得说这样子最方便的 监索也没有责任 那就是让你家属去承担这个责任 但是吴淑貞的个案 他是属于社会大众普遍都非常关注 他是第一夫人 是总统贪污导致这样的情形 对社会的一个教育遗憾是很大的 可是如果说这四例都是择户家属 那要因为吴淑貞是前第一夫人 而特别的处理吗 我倒不是说要因为吴淑貞而做特别的处理 我只是觉得说他可以慎重再做一些思考 如果他们真的觉得说在目前的现有的人力 然后医疗的设施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可能是法务部他们会更加清醒 我只是觉得说在那个检察官在做这样处理 考量的时候应该多做一些的思考 至少他要跟我们讲的更加的清楚 我讲的意思说第一个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 清楚可以不用负责任 警察官有讲也松了一口气 然后呢家属也不用什么 好像家属自理 结果谁负责任 社会 社会承担了这个责任 我曾经碰过一个社会的案例 就是有一个也是类似鼻炎癌的 那他犯了杀人罪 结果他说这个癌症要死了 放他回去 结果回去之后呢 他因为鼻炎癌已经没有明天 所以他怎么样 他封起来又犯案了 又杀了人 那被他杀死 第二个被杀死的人怎么样 那你身体比较衰吗 所以你检方知道这是一个罪犯人 那么他本身有病症 你不能因为病症不去处理 我刚才想的这样的道理也就在这里 我们讲为什么黑道里面常常讲说 找了一个重度智障的人去当伤杀手 因为我是重度智障 所以你不能管我 但他有没有杀人 他杀人啊 是事实啊 所以我刚才讲的是一个程序正义 今天无数据犯罪是事实 已经判刑确定了 已经定验了 那么你至少要执行完整个过程 也就是说你要检查 按照过理是一天到七天 感觉上你整个陪的医院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都准备好了 我所有设备设施都好了 有信任的15个看護人员 也训练了所有的专业人员 还有受重症区什么都好 结果到最后不到两个小时 就说OK 他可以回去 但医院专业医院给我们的答案 竟然是我们老早就很清楚的 所有的症状 脊椎我还可以跟你讲 脊椎不是脊椎的症状 脊椎的五六七节 我都可以讲得很清楚 他的病症是老早前台湾的人通通知道 不要说前台湾全世界都知道 最近国外媒体也来采访 通通知道他的症状 但是还要你还要你专业人员讲说 他有可能他有生命危害的发生 无法一起 那他交付陈之中回去 两个临时的康护人员 就可以一起他 不会死了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的康护 我们所有的设备 专业通通没有用了 所以我在讲的是程序正义的问题 至少 就算邱玉所讲的 你要过水个三几天嘛 然后再来救护 也没有 好 刚才有人讲说 那这样子是 蓝绿的政治人物都松口气 当然松口气 但是呢 台湾的施法 就因为这样子 而造成人更加的失望 没有办法完成整个一个 所谓的一个犯罪者 应该有的一个惩罚 完全没有 这样的东西是不对的 林凤姐你怎么看呢 没有 我觉得今天就是说 这个 因为他是特殊的政治人物 那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他是判死青年 他不是判死刑 那如果说我们关到医院里头 你整个在整个医疗团队都诊断出 他整个在生命的风险上面 是这么高的 那你说 你可以说他拖了三天四天 请问一下 这有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 三天四天跟六个小时是差不多的 也许他是病症真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就六个小时就做了决定 也许事先有很多的 更多的准备的工作 所以他可以在六个小时之内做判断 那基本上十四个为医生的一个专业一致的判断 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 那我们也要讲说他真的不是判死刑 他就是判死青年 那就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统的位置上面 在总统夫人待过的位置上面 我觉得他整个社会的谴责跟整个一个所谓舆论的一个指责 我觉得远比他去身体被关在里面的所做的指责要高了很多 那我也不希望他把它关在医院里头去浪费我们政府的资源 再去 好待会又有舆论又会讲说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些钱来养这些人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很 就是你永远争议 要争议的话永远都可以有挑剔的地方 可是就一个政治的case来看 这我觉得你看在韩国或是怎样 对于第一种就是元首犯罪 他况且还有所谓特色的一个处置 在我们台湾里头其实有很多人物私底下也是觉得应该要做一个特别的处置 包括许信良甚至于洪山军的一个导贬任总部的总指挥 他也觉得在有条件之下要对这个前任的元首犯罪这个事情做一个特别的处置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今天的处理就是不暂停执行入监这件事情 在一个比较所谓比较中间的一个共识上面 我觉得是可以达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比较脱离 不要再吵这个什么蓝绿政治的一个冲突之类的 我觉得今天这样的处理 我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觉得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不要再看前任元首这种悲情的演出 也不要看到有人这样子一个 我觉得有人会走到一个极端 就是甚至会让人觉得 就说有没有同情心 有没有人道的一个概念这样的 我对觉得都很不好 好 针对这个 我这边回忆一下明峰 刚刚那个施明德 他说有条件的释放 他第一个要件 就是他要真心诚意的认错道歉 但是现在第一家庭没有人真心诚意 跟我们社会大众来做一个道歉 我觉得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吴时针 一定要看他关进去里面 我们才心甘 我们才会觉得说都不是这样 是说制定刑法有刑法的目的 那如果今天你制定 你花了这么多时间成本 你判到他17年半 就现在就是在家里面休养 那我觉得对于社会大众来讲 并不一定完全能够接受 是 针对这个裴德医院 拒受无熟症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稍后也欢迎您打电话 进来表达意见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